湘小姐,有位白郎先生说是你的好朋友 请他进来吧 他没有来找你,他去了你们家里大吵大闹 没话,让你马上回去 雪儿到底欠你多少钱? 你说还是不说? 谁欠谁的呀? 我们两个是母女关系 母女之间是欠谁的呀 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雪儿 给我坐下 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白先生 雪儿 没什么,没什么 不要再到鲜勒斯舞厅那种鬼地方去抛头露面出卖色相 你欠他的钱我帮你还 算是我借给你的 你欠我总比欠他好吧 白先生,你可别把鲜勒斯看成是低三下四的地方了 鲜勒斯的客人们非负责贵,学贯中心 我在他们身上学懂了谁是莎士比亚,谁是莫扎特 还学懂了很多金融方面的知识,跟创造财富的方法 他们还教导了我怎么样去看目前国际之间的利害关系 跟分析中日的局势 我觉得鲜勒斯简直就是一个宝库 里面还有好多好多珍奇的宝石,让我愈取愈邪 再说,我又不是五小姐 我只是唱唱歌,不需要应酬客人啊 倒是那些客人们千方百计的要来哄我,讨我欢心,想跟我做朋友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简直就像生活在天堂里面一样 我真是爱死鲜勒斯了 你给我起来 你到底怪书了些什么鬼思想给雪儿,让他这么死心塌地的做你的摇钱术 他,姓白的,你闹够了吧 这件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是我自甘堕落 你可别把我这位恩人当成是四海神通,魔法无边的老妖怪 你 对不起,昂虎女士,我差点忘了 你不喜欢别人在你面前提起一个老字 我这个人真是不懂得说话 你可千万别生我的气 我只是跟你闹着玩的 你费尽心思的把我从一个蓬头垢面,穷途潦倒的楚人儿 调教成这么一个活色生香 仪泰婉千,人见仁爱的一流货色 我真是打从心里面感激你啊,胡女士 白先生,没事了吧 我要回房休息了 雪儿,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笑容好假好难看 这是你的看法 我那一大堆男朋友都说我笑起来很迷人呢 够了吧 不要这样对我 我求求你好不好,看在过去的情分上 不要对我装强做事 我不喜欢你这种虚假的笑容 我为什么要讨你喜欢 你不喜欢看我,你可以不要来看我 你变了 变得跟从前完全是两个人 我好讨厌现在的你 这么滑头 虚伪,矫情 脸上没有半点真性情 白先生,你真的很奇怪 你为什么不喜欢看人家笑口长开呢 难道你对那些愁眉苦脸的小姐特别有兴趣吗 胡女士,你手上有没有这些货色可以介绍给白先生吗 你从来就不曾原谅我 你从来就不曾原谅我 你根本就没有原谅过我 我看你自己看你 你怎么看我 你真的 spot on 我看你 你男人 你你不过吗 疯狂你 我看你 你不够疯狂你 你不过很长时间 我看你 你不过很长时间 就不过很长时间 我看你 爱怨轻重 忘不及一夜藏心 不别是眼前的坎坷 我和你一场走 走过了人海吗 困惑 盼卤了病 宣伤 伴唱来是梦药 是 男人吶 都是骇人精 特别是这种神经病 爱你啊 就像一团火 恨起你啊 像一块冰 你啊 千万别上他的道 负责 你可要吃亏呀